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说是在山东某个地方开了一个什么女德班夏令营 教的什么内容呢 咱们不得而知 可是学员结业的时候说的那个话可是把我给雷坏了 您听听 我抽烟 喝酒 打架 出对象 夜不归宿 打骂无你父母 自私 任性 经常出入夜场 天天带着一副剑像 真的是伤风败德 我不要脸 还给我的父母丢脸 更给我的祖宗门休 这个部分听起来啊 虽然有点过分自黑了 可自我检讨嘛 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您再听下面这一段 而且我的胃非常的不好 我的胃呢 经常都疼 疼得我出一身的虚汗 而且呢 有时候疼得我甚至吃不了饭 喝不了水 幸亏呢 我是学习传统话了 如果没有学习传统话 我现在指定已经得胃癌了 您听着离谱不离谱啊 这意思是说女德班教的传统文化还能治病 跟你说啊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呢 有些类似的女德班竟然还要求女学员们呢 我都说不出口 禅足 你没听错 就是咱们古代封建文化的糟粕 中的糟粕 给女性禅足 这要不是有图为证 患之我还以为自己穿越了 好在目前不少所谓的女德班已经被相关部门查封 并勒令整改了 不然从里头走出来一批小脚女人 这可真是女德便缺德 缺了大德了 您可别觉得我这话夸张 您要是知道禅足有多么痛苦 对于女性的残害有多深 咱们国家花了多少年才去掉这个糟粕 您就知道这些所谓的女德班有多么的离谱了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三寸金莲的血泪石 首先带您看看禅足之后的小脚啊 什么样 先预告一下 可能会引起部分观众的不适 您酌情捂住眼睛 那您看 就三秒啊 收 咱们主要还是看看小脚鞋吧 是不是 您瞧 这就是禅足以后穿的鞋子长度大约是十厘米 足尖很尖啊 还有点往上翘 鞋底呢 看起来有点像瓜子的形状 不过按照古时候所谓的三寸金莲呢 大概是长度在十六厘米左右 按照咱们现在来看 就是四五岁的孩子正长的那个脚的长度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应该就是从这个年级开始就缠足了 并且已缠得越小越为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是所有缠过的足都能被称之为金莲 据说根据脚的不同大小还有不同级别呢 缠成三寸的或三寸以内的那是金莲 可是没有缠好 大于三寸的就叫银莲 超过四寸 对不起 铁莲 那么咱们历史上有那么两位跟缠足有关的语姓还挺有名 给您介绍介绍 一个是小说人物潘金莲 还有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 先说前一个小说水果传里边有这么一段描述 说是西班庆故意把筷子掉在地上 然后趁着剪筷子的功夫偷偷摸了一下潘金莲的小脚 接下来 打住 接下来不可描述 不可描述 不过从这个细节至少可以看出 这个潘金莲的魅力除了相貌之外 还有在西门庆这一流的人士看来勾人的小脚 是吧 再说另外一位马皇后 这马皇后恰好相反 据说是小时候父母不忍心就没有给她缠足 她就这么着踏着一双天足走上了皇后的位置 这事本来知道的人也不多 可是有一回是刮大风不巧的把她的衣服给吹起来了 这下旁边的人都发现了马皇后的大脚 马皇后呢 羞愧不已 想在遮掩为时已晚 一时间马大脚的绰号传遍全城 咱们常说的那个什么漏马脚啊 这个词是这来的 听出来没有 当时那个社会就是以小脚为美 对于大脚甚至于很歧视 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啊 其实尤其是文人默克对于三寸金莲 都有着超乎寻常的一种类似于变态的情节 比如说到了清代就有文人写过一本叫做相连贫枣的书 里头把女人的脚分为连贫啊 心悦啊 河宫啊 竹蒙啊 灵脚啊 五个样式 甚至还有人总结 如果裹出来的脚能够符合瘦小肩弯香软正妻子率 那就绝了 我呸 呸完再说继续啊 在当时绝对是争相追捧的大美女 更加夸张的是 还得说民国时期的不少饭局上那帮小脚的粉丝们喝到兴起的时候 会当场把那些女人的小脚鞋给脱下来 然后把酒杯放到鞋子里 用鞋子脱着酒杯来喝酒 为什么我停下来啊 是因为我要处理一下我的不适感 您听听这什么癖好 总而言之吧 那会儿的那些个男人们对于小脚的追捧 可以说是到了一种登峰造极 或者说到了一种扭曲至极的地步 关键是这还没完 咱们现在选美 看脸蛋 看身条 看学识 看谈吐 看气质 这都不稀奇 可是那会儿的选美啊 只看一点脚 据说在山西大同有个叫四排楼的地方 缠足风气十分浓厚 当地呢也聚集了一批小脚的吃笔者 他们大多是富商或者是顽固子弟 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做张武昌的人 富一代啊 家里只有钱 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就是在每年一度的大同庙会上派出专人 沿街观察那些出来逛街 看热闹的小脚女人们 找那些脚裹的小裹的漂亮的女子 问名身份画出图像 最后汇总到张武昌这里 再由张武昌一一品鉴 评出一个加一饼三个等级 然后呢 再四排有张榜 公布结果 这是吃了饭没事咸的 要是哪一位女子拔得头筹 不用说呀 就跟咱们现在选美一样一样的 叫声名远播 所有人都会知道 谁谁谁嫁出了个大美女 不过 这在当时不叫选美 而叫赛脚会 说到这儿 有观众问了 说了这么老半天 都是赞美啊 选美啊 似乎禅族这个事 当年是个挺骄傲的事 是吗 没听出什么苦大仇深 您别着急 这些都是面上的事 真正的李子 不忍直视 不忍细看 下节 咱们接着说 禅族一个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避宿 一个被礼教和男权美化的畸形审美 它是如何诞生 又是怎样兴起的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禅族这个事 看似 兴盛一时 不少人 尤其是某些 心里扭曲的男性 十分追捧和痴迷 可是实际上 这个兴盛的背后 是用当时几乎所有女性的血泪换来的 说白了 就是禅族啊 实在 太过痛苦 有一个成语 想必大家都听过 叫做 靴族试吕 意思不难解释 就是说的 鞋子如果太小了的话 咱们不换鞋 咱们把脚削去一块 用脚来救回鞋的大小 尽管这个禅族 不能说是生生削掉一块皮肉 可是那个痛苦的程度 不相上下 一般来说 女孩子到了四五岁 就要开始禅族了 通常是母亲这个角色来动手 当然也有专门做禅族的老妇人 禅族的时候 除了大脚趾之外的四肢 会全部强行的向内扭曲 硬掰啊 掰一根脚趾 就用白布缠上三周 一直到四根脚趾 都紧紧的缠住 那个滋味 你想去吧 简单点说 有一个俗语叫穿小鞋 穿小鞋都不舒服 何况于禅族乎 由于禅族的时候 过于疼痛 所以那会儿民间 有一句民谣是这么说的 叫小鞋一双眼泪一缸 甚至有的女孩 会因为缠足不当而身亡 为了避免这种不幸 小女孩们在开始缠足的头一天 还会要祭拜小鞋娘娘 祈求小鞋娘娘的保佑 您说除了心理安慰 这能有什么用呢 那么缠出来的小鞋 骨头会扭曲成什么样呢 您往这看 这是小鞋的X光片 从医学角度分析 缠足主要是伤害了 脚部的直指关节 脚趾过分向足心弯曲 造成人为的脱位 光是脱位还不够 为了让脚不再长大 那些动手缠足的家长们 还会故意往活脚部里面放点东西 放什么呢 您听好了 碎石 瓦砾 瓷蟹 甚至故意用针刺刀割弄破皮肉 目的就是为了让脚部的骨肉腐烂 停止生长 从而让小脚更容易滚 对于女孩子来说 这就是一种长期的 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的严酷摧残 毫无人心可言 那么您要问了 咱们追根溯源 既然这么痛苦 为什么非要蝉足 而且还盛行了那么久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蝉足是怎么出现的 根据考证 蝉足最早其实是一种舞蹈装束 相传在五代时期 南唐后主李玉让舞女们 以白愁裹脚 让脚尖上翘成心悦状 这样舞姿就会更加的优美 紧接着蝉足就在宫廷和上层社会当中开始流行 一度成为女性身份高雅的标志 后来慢慢发展到了宋代 蝉足的风气就自上而下开始流行 后来成为全社会的习俗 当然 除了它来自上层社会容易惹人效仿之外 封建礼教的观念 对于蝉足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当时民间流传的女儿经当中就指出 说女子抛头露面就会坏了名声 应该是时时常在家门中 您瞧 这蝉足刚好就起到了约束的作用 您要说了 这么看来蝉足也只能说是一种流行趋势 不至于到人人都蝉足的可怕境地 就跟现在不少女孩爱整个容易一样 有人种有人不整 是不是 那过程虽然痛苦 可是整出来自认为是美的 人家花自己钱 整自己的脸 受苦受难也是自己的事 无可厚非 这是完全出于自愿 那么为什么蝉足后来发展到了非常不可的地步呢 说出来您都会觉得可笑 伴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小脚的品头论足 这个女人的脚啊 渐渐竟然成为了私密器官 跟性联系到了一起 您想想看 咱们前头说的西文庆和潘金莲的那个桥段 就有点这么个意思 更加夸张的是 接下来蝉足还直接关系到了婚姻 女孩子从小就被告知 如果不缠小脚 将来就嫁不了人 而且你是缠得越小 就嫁得越好 当时在河南安阳一带 就有这么一首民谣在流传 说 裹小脚 嫁秀菜 吃嬷嬷就肉菜 裹大脚 嫁虾子 吃康诺就辣子 甚至到了晚清 还有人一本正经地站出来说 女子缠足有种种的面 那些女的班都跟他们学的吧 总而言之这些女子的裹脚说到底 就是为了迎合一种人为的观念 说得更为直白一点 就是为了迎合那些个男人的喜好 不惜违背自然规律 强行对身体进行摧残 摧残性的改变吧 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种流毒 一旦披上了风俗和文化的外衣 那扭曲的就不仅仅是女人的脚 还有她们的心理 这话怎么理解呢 你想啊 这个缠足的心理本质是什么 束缚自己 主动接受残害 把自己塑造成符合他人期待的欲望对象 或者是工具 通过取悦他人的欲望来获得认可 情感 社会接纳 甚至是生存权 当然 那个时候本身就是男尊女卑的时代 但无疑缠足加剧了对于女性地位的贬低和束缚 你可以这么理解 当时对一个家庭来说 女孩子就是投资工具 而缠足成为了投资回报高低的关键点 如果一个女孩子因为没有缠足嫁不出去 那就砸手里了 流来流去流成仇嘛 变成了负资产 是不是听着很不舒服啊 是不是 可当时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说出来您恐怕都难以置信的是 就这么个摧残女性身心的风俗还屡禁不止 甚至九五之尊的皇上下旨都不管用 这又怎么回事啊 说是满清贵族入关之后 不仅没有接受汉族禅族的风俗 还明令禁止汉族女子禅族 孝庄皇太后曾经下遇指说 禅族女子入宫者 斩 够狠了吗 后来康熙帝也亲自下旨 说凡在康熙元年后出生的女子禁止禅族 违抗旨意者 丈夫或者父亲会被仗责流放 您瞧 这规定够严厉了吧 而且是皇帝亲自下旨 结果呢 在汉族士大夫和社会民情的坚决抵制之下 愣是没能执行 有人后来分析说 为什么皇上没有揪着这点不放呢 可能主要是因为说到底 这禅族并不影响满清贵族的统治吧 这费力不讨好的 大家都不愿意就算了 不了了之 其实 不光帝王利用权力努力禁止过 还有很多外国人 也为废止这个事情 费了不少心力 这就要追溯到晚清了 那会儿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深入 很多外国的传教师进入中国 当他们发现中国女人有禅族的习俗的时候 个个非常的惊讶 这是何必呢 1874年 英国传教师约翰·麦克·高旺 首先站了出来 他认为禅族过分泯灭人性 应该加以支持 接着在厦门成立了一个天族会 什么叫天族啊 就是天生的自然的脚丫子嘛 这个天族会就是用来宣传和鼓励女性 解放双族的 凡是入会的妇女 一律不得禅族 这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反对禅族的民间组织 除了约翰·麦克·高旺 还有一位英国人 也为中国禁止妇女禅族的事业 做出了不少贡献 那就是利德夫人 她是1879年在上海成立了天族会 并且始终在解放中国女人这双饱受苦难的小脚而努力着 她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这本书当中写道 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 那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果族时的心情 去那里我十分陌生 而果族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 她曾到过广州 武汉 香港 澳门等地 打算以结交和游说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方式 来传播解放妇女双族的理念 不过这事实践起来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 举个例子 她在广州的时候拜见了当时的梁广总督李鸿章 当她提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李鸿章那是开门见山 直接说你想让全中国的女人都不裹脚 不 这不可能 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 她们会变得很强壮 男人已经很强壮了 她们会推翻朝廷 您听听这点小九九 靠女人缠足 你们朝廷就能稳定了 这是老头子练批刹 叫扯淡 而且为了避免这些外国人所谓的多管闲事 还有学者站出来 说英国在17世纪 女性把腰身裹得像疯妖一样 我们也没管你们呢 我们中国女人缠族 管着吗你 总而言之 不管是帝王的禁令 还是外国人成立的天族会 对于解放中国女人双族的作用 似乎都十分有限 那么在解放女人双族的进程当中 还有哪些人做出了努力 最终这个避俗又是如何被舍弃的呢 或者说如何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子呢 下解说 封建王朝的动摇 让反对禅族的人们看到了曙光 革命的兴起 观念的开放 能否让女性彻底摆脱国脚步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一节说到 中国女人禅族的风俗是根深蒂固 帝王的禁令和外国人带来的新观念 都没有使她动摇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谁站出来反对禅族呢 估计有不少观众猜到了 再往后就是早期的维新派了 他们成功了没有呢 来看能试 1883年 维新派代表康有为 在老家广东南海县 联合当地开明相身 创立了不禅族会 意思一目了然了 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带头不禅族 接着又有了位于广州的 粤中不禅族会 以及上海的不禅族总会 组织章程里明确规定了 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禅族 所生男子不能娶禅族之女 入会人所生女子已经过族者如在八岁以下 须一律放节 效果怎么样呢 你还别说 当时参加集会的人一度多达上万人 可是谁知道 眼看着燃起的一丝希望突然又熄灭了 怎么回事 是的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 百日维新嘛 100天 103天 那么相应的组织也就解散了呀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接过了这面反禅族的大旗 谁呀 你恐怕想都想不到啊 这个人正是镇压维新变法的领头人物 慈禧太后本人 1901年慈禧太后就下达了 劝禁禅族的预旨 感觉效果不佳 紧接着1905年 慈禧再度颁布预旨称 汉人妇女率多禅族 由来已久 有伤造物之和 伺候近身之家 勿当婉妾劝导 使之家喻户晓 以其剑除击席 尽管预旨一下 各地官吏纷纷响应 可百姓呢 就跟没听见一样 该禅还是禅 一直到了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也申明 禁止妇女禅族 这才让部分城里人 接受了不禅族 可是城里人毕竟少数啊 广大农村和偏野地区的百姓 仍然是我心我素 照谈不误 给您看一组数据 在一份1929年的调查报告当中 湖北省妇女有1166万多人 其中禅族的仍然有688万多人 比例高达59% 您注意啊 我说的可是1929年的数据 你想想看 这都禁止禅族多长时间了 禅族率居然还高居不下呀 尤其在农村 什么原因呢 也有人分析过 说除了农村地区相对落后 观念更改更加缓慢之外 其实禅族之后的放族 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到的 据说由于禅族已经扭曲了脚部的骨骼和筋络 再放开会让女人吃第二道苦头 疼痛程度啊 绝不亚于禅族本身 在1927年出版的妇女杂志当中呢 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是禅族女子贵英嫁给了留学生丈夫 思想先进的丈夫呢 以救世主的口吻要求她放族 贵英呢也同意了 她决心顺从丈夫做一个时髦的妇人 可是放族的滋味一度让她痛不欲生 那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出禅族的现象呢 跟您说啊 这从头到尾都不仅仅是一块裹脚部的问题 问题出在了这儿 没错 他们的想法 正是基于这一点 1950年7月1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政务院 下达了关于禁止妇女禅族的命令 你肯定要说了 这么多年来 发了多少命令都没用 这次难道能有什么不同吗 那当然不同了 这次命令里明确提到了 禅族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 且有害于妇女健康 主要是妨碍妇女参加生产 所以必须加以禁止 听出来哪有不同了吗 没错 肯定了妇女 肯定了女性的地位 鼓励她们像男人一样 走出家门 投入劳动生产 不再围绕一个男人 或者一个家庭而活着了 说白了 就是唤醒 并肯定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从那以后 农村有95%以上的适龄妇女 全部都走出了家门 跟男人一样 干一样的活或者说干她们适合干的活 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直到那一刻 女人们才意识到过去的时代 带给她们的究竟是怎样的糟粕 而中国妇女延续了千年的禅族历史 就此画上了终结的句号 我要鼓掌 咱们回过头来再看 这一路走来费了多大的劲 花了多少时间 才让禅族这个避俗绝技 而如今所谓的女德班 竟然鼓吹学习传统文化当中 复兴禅族 你学习传统文化是学习精华 你学习什么糟粕嘛 太气人了 在这里患之特别提醒广大家长 别一放假就什么班都给孩子报 要有一点这个分辨能力 是吧 万一报的一个什么班扭曲了孩子心理 你找谁说理一下对不对 好 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位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先上先要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